哈喽大家好我是熊二 又是两天没有见面了 今天来分享生活了 现在准备做饭吃 因为早上还没有吃饭 然后昨天牛没有回来 不知道在哪里 你要把肚子填饱之后去找一下 现在呢我们开始做饭吃 看看今天煮什么好饭吃 今天的话炒个鸡蛋 再炒个七菜吃 然后前两天小花在县城买了一块辣肉回来了 然后也带上来了 但是辣肉的话 还是晚上再煮吃 或者是过两天再煮 因为放在那个笔箱里面要解冻才行 所以上上的话吃什么都是特别的香 主要能够把肚子填饱就OK了 开始做饭 这些锅还有菜刀 然后炒菜的炉炒 这些放在桌子上特别乱 所以我特意 上面弄了一个竹子 然后挂了一个甜丝 就放在这上面 这两天小小感冒 桌子上都不稍微适合 这些风生化你最热 现在试试一下 然后现在的话 你会吃 有点米饭 多平点了 往下也去吃 拿到外面去洗一下 然后弄点水就可以煮了 虽然一个人在身上 但生活必须要搞好 好 圆满风深为吹吹失落的泪 开始煮了 还是煮点肉吧 然后炒一点吃 这是小块在县城买上来的 所以给我上来吃 我们弄一块 跟这个 蒜苗一起炒 切一小块跟蒜苗一起炒就吃 差不多这一块就够我吃了 然后这些 要留到后面吃 要 省着点吃才行 不然的话 这个不好去买 到现场才能有肉卖 等着你开口却平静 放在这里煮一下 用清水煮 然后 煮完之后 再和那个蒜苗一起炒 把这个蒜苗洗一下 今天炒火锅肉吃 我认为 对 有多懂人留在心里永恒 有多懂人留在心里永恒 失眠一生 我不会承认 那是我为你付出的青春 下面有个母牛一直在叫 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说现在不能煮饭吃了 要下去开箱是不是我的 因为一般的母牛她都不会叫 要么就是她的生下来的小牛丢了 或者是之类的才会叫 我现在下面一直在叫 所以我现在要跑到下面去看才行 等一下再回来煮饭吃吧 我现在一直不停的 我现在跑跑到这个下面 这这几天来了 但牛的话不知道在哪里 有个母牛一直在叫 因为不只是我的牛嘛 所以还是下去看一下 这样也放戏 看嘛也没有丢 我还以为丢了 都在这里 啊这样 可以松一口气了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牛不见了 头大害的 连一口饭都没有吃 今天早上去下面看牛去了 结果牛都在下面 害得我跑了一大圈 学会 这份炒菜吃吧 看 年纪年都哄了 看 看 开始炒菜了 哦 以后我没用 青年的放火 走过的路过去都是我们 这份炒菜的路过去都是我为你 可笑的提侦 现在终于可以直上饭了 我去下面看你 现在都是下午两点钟 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顿饭